奉厚一套 变强顺 朋友 你认识我的朋友 李条元吗 血泡关盘 奉厚顺 寿莫方议 有其人 都说李条元是一个神童 锦绣文章 不过是他妙手天成 只有我知道 环境造就天才 神童 往往大多出现在读书人家 李氏家族 用一百年来奠基 在一百年奋发 好几代人的耕读传家 才得出了一个财情横溢 不假修士的英俊少年 我还记得他的才华和骄傲 七岁时他就写出 风云来晚里 船外雨淋淋 地载五重山 高地国子义 正为传超乡里 台同必学的绝句 十二岁 他就把自己的吟诵作品 汇编成又草集 有了自己的文集 十六岁 就能模仿李白的风格写下 君不捡 玉笛必授 锦物聘 简态魅人 呼不饮 让父亲李华南都无法相信 这是他自己写出来的 然而 父亲扔下一句话 诶 十个族的载号 又有啥用 在李条元的年代 读书人的路窄到最宽 也只能通天罢了 1742年 父亲李华南 磕地连结 中了三甲进士 这是从明朝嘉靖年间 有人磕甲之后 罗江的第一人 父亲 成了少年李条元心目中的大英雄 哭毙了 可李条元没有想到 父亲却拒绝了 清典派任的 教授皇室子弟教习一职 正因为 看不惯皇室子弟的骄横 脱故聚官 宁愿在家乡开馆授课 已交 就是七年 直到被任命为 浙江渝瑶之县后 才复任 从此 古契 在李条元的灵魂里开始蓄积 而之后的霍根 也在这个时候 盘进他命运的幽暗处 二十岁的时候 李条元追随父亲的脚步 前往浙江渝瑶 这是李条元第一次踏出乡土 成州 从福江直入长江 出山峡 而前往浙江 一路意气风发 便由湖北 湖南 河南 江西 安徽 江苏 正江 他的眼界打开了 一路豪情 一路诗篇 这是青年李条元 拥有了最为壮阔的精神经济 而他的志向欲坚 读书欲勤 十八岁中秀才 二十六岁中举人 二十九岁中进士 周院士拒第一 清高 潇洒 硬朗的脾气养成了 中进士后 他以树籍式入汉林 走上了中国学子最为唐政 也最让人羡慕的仕途 树籍式一旨 负责为朝廷起草诏书 或者为皇帝讲解经济 属皇帝近臣之意 按说 只要谨慎为官 那是前途无量 可那还是李条元吗 33岁时 李条元 树籍式结业 乾隆亲命为 吏部文选司主事 第二年 就兼任吏部考公司主事 父亲对他说 你可要小心啊 你的部门自古称为兵禁 是六部之首 可不能再卖弄学问 锋芒毕露了 只此莫如妇 老妇的担忧 很快就应验了 不久 就有同事对他说 新任的官员 不送礼金 有可能会被太监责难 李条元回道 公使 为啥要行贿 这还了得 果然 内长太监高云从 借故训斥大忙 混账框子 李条元 立声反驳 鱼尾虽悲 乃朝廷命官 有罪 自有私法 入何得善罢 说罢 抓住高云从 就要去面见皇帝 事情闹大了 此事 被乾隆知道 严查高云从 发现大量贪赃忘法事实 最后 竟落得被处决的下场 得到皇上的撑腰 李条元办事更加勇猛 竟敢和满人权贵对抗 以至于 在年度金官考核时 得了个浮躁之名 被革职 浮躁 是经查六法之一 也就是 考察金官六种不胜任情形的 其中一项 如果坐实 大概率政治生命就会终结 当乾隆过问时 当时的吏部尚书 书贺德答道 过于成能 乾隆又找人问密情 大学士陈锦仪 据实说道 这个人其实没啥 就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办事勇往而已 乾隆微微一笑 李条元官复原职 这一下 李条元名动惊师 回任当天 竟有一千多人 争相观看 而铁园外的名号 从此就传开了 此时李条元 早已不是第一次出川的翩翩公子 他以孤傲的风骨勇往直前 但以他过于耿介直率的性情 他无法动间 官场天平的诡谴 更不能揣摩 帝王之术的权衡 更或许 李条元明明懂得一切 可偏偏就要舍我其谁 不过 这所有的一切 早就在每一个生命的路口 标注了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